一度瀕临绝种的台湾猕猴在政府多年保育之下,数量明显增加了。 因此在2019年已经从保育类动物降级为一般类野生动物。 没有想到开始有越来越多民众养猕猴当宠物,牵着猕猴去逛大街。 但其实这都是触法的,因为只要是野生动物都受到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保障, 不但是不得任意猎捕、宰杀,也不得随意饲养。 问题是,目前针对饲养的部分,规定并不明确,没有罚则, 让相关单位即使接到了通报,也难以开罚。 然而在家中劝养野生猕猴,长期下来不但是会造成许多的社会问题, 更会让猕猴和人类的健康都暴露在高风险当中。 饲养状况变得越来越能见。 因为不了解猕猴喜性,饲养又弃养,猕猴何其无辜。 然后养一养又养不好,通报农业局说有猴子遗弃这样子, 然后就其实是人类弃养的,然后送过来这边。 如果这是我们对猕猴的爱,风险该由谁来承担? 来到高雄寿山国家自然公园,脚步很自然地慢了下来。 这个坐落在都会中的山林,也被视为高雄市民的后花园, 而它还有一个别名叫猴山。 顾名思义,这里是台湾猴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而且这里的猴子不怕人,还爱吃人的食物。 才一眨眼,刚刚还在游客背包里的大包子, 已经变成猴猴的点心,吃得津津有味。 哦,有被猴子拿过食物的局限。 有人吗? 你? 你的猴子被捕捉了猴子吗? 是,我对。 只要吃猴子奶酱。 那等下上山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遇到猴群会做... 她是台湾猴共存推广协会秘书长林美盈, 从小看着父亲林金福常驻寿山, 研究猴猴生态长达27年。 长大后,她跟随父亲脚步。 在过去十年,亲自带抖览团, 让更多人了解猴猴喜性。 就是请你不要把食物啊,糖果或有塑胶袋包装的东西拿出来。 来,像它这个旁边,或者这个看起来很像塑胶袋的东西的, 这个,它也会拿。 它不知道这是垃圾。 关于猴子会抢食物这件事情, 有些人去经过有猴群的地方, 它就会车窗摇下来,去丢东西给它。 那甚至是像上山,就是提个塑胶袋, 然后拿零食喂它们。 它们就会知道说,啊,我们人类身上就是有好吃的。 到底猴猴的真实生活是如何呢? 这天,我们跟着林美盈上山,一探究竟。 哦! 过去,台湾猴猴因为人类的大量猎杀, 漆地遭破坏,一度濒临灭绝。 1989年,野生动物保育法通过后, 猴猴正式被列为第三级保育类动物, 不得猎捕宰杀。 来,猴子在前面了,各位。 啊,这只你不要看它跟我很熟哦, 它跟你们不太好哦。 它以前被人家用弹弓打过眼睛, 所以你们不要离它太近哦。 保育30年来, 不少专家认为猴群数量有上升趋势, 估计全台已经超过25到30万只, 显示保育有成。 但是猴群入侵果园, 吃掉大量农作物, 农民束手无策, 一直以来都是头痛问题。 我们那个百香果这边, 就是我们有套袋, 然后最近他们可能没得吃, 所以他们就去破坏袋子, 然后知意把它吸出来这样。 因为我几乎每一次来, 网袋都要浪费2、30个, 就是就报废了。 猴子太聪明了, 他也知道你这样一下, 你人走了, 他们还是回来啊。 我们的居住地一直扩张, 一直扩张, 扩张到他们原有的棲地的时候, 那他们食物不足的话, 那当然就会跟人类交界, 交界的话, 那他这边没有东西吃, 他只好吃你种过来的东西。 2019年初, 林务局以各项评估结果, 宣布台湾猴猴从保育类降级为一般类野生动物, 没想到反而让猴猴陷入人类世界的危险当中。 六个月大的台湾小猴猴被主人关在小鸟笼饲养, 他的主人胡姓男子今年二月在南投以2000元向朋友买回来, 不久就在台中那边有公园发现猴猴的厨余是烹调过的,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收到民众给我的截图, 或者是私讯告诉我, 有带去提款的, 带去吃饭的, 带去玩的, 非常多。 猴猴是台湾岛上除了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 却像猫狗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脖子上拴着铁链, 还有的被民众牵出去逛大街, 或者是骑机车或开车被载出去兜风。 台湾猴因为从108年9月1号调整为一般类野生动物之后, 那在这一块饲养的上面虽然没有特别的规定, 可是其实野生动物保育法对一般类的野生动物, 它还是有一些保护的规定的。 也就是说, 猴猴就算降级为一般类野生动物, 一样不能猎捕, 也不能饲养。 问题是, 野生动物保育法中, 针对饲养的规定其实并不明确。 例如, 并没有提到不能再加饲养猴猴, 所以民众饲养猴猴的情况仍实有所闻。 我们根据动保团体提供的线索, 实际走访云林县四湖乡一处民宅, 发现一只被四主取名叫黄毛的猕猴, 被铁链锁着脖子养在门口。 因为主人不在, 我们访问邻居了解状况。 邻居的回答其实正是动保团体担心的, 因为多数人养猴子出于好玩或新奇的心态, 一旦猴子长大出现野性, 人类因为害怕可能就会弃养或转手给别人, 衍生更大的社会问题。 只不过这户民宅饲养猴子一年多, 为何都不见主管机关取缔? 我们联络云林县农业处询问原因。 喂, 似乎像松正路那边啊, 有人养猴子养了一年多了, 想说怎么都没有去取缔把猴子带走啊? 好啊, 那如果你有了举报的话, 我们就先从来去了解。 目前我们县府有一组人员, 那大概多久会去做巡查一次? 基本上他们本身也有兼其他的业务啦, 有通报我们的同仁就会到现场去了解, 那如果是一般我们来说, 就会把它末路以后到野放, 云林县有20个乡镇, 当然会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 各县市主管机关因为人力不足, 饲养案件还是以有通报才会介入了解为主, 不过就算人力不足, 访查取缔时能不能找到饲养主人也是个问题。 有地址的, 当然是很OK啦, 可是其实我们也常会接受到通报说, 哪一个岔岔公园有人在遛猴子, 那个确实很难处理, 因为那个通常我们去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离开了, 那你问附近的人, 说你就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人喂猴子, 养猴子啊, 那大家也都说, 没听过不知道, 那个就比较大海捞针了。 但是饲养乱象频传, 甚至延伸到网路上, 有心人士私自贩售小幼猴, 询问的人还非常多。 在移除保育类的决议后不久, 在网路上就开始有贩卖猴子的贴文开始出现, 说我这边有小幼猴, 一只大概一万五左右, 有没有人要买, 那是我们是接过一个在台中的民众, 传讯息给我们的, 他有很完整的去截图这个整个过程。 饲养的结果, 受害者不只是猴子本身, 其实人类也暴露在极大风险当中。 B病毒是目前台湾民众比较缺乏的意识, 因为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人续共同传染病, 它就是代源这种病毒。 在一般状况下, 猴子并不会因为是代源者所以发病, 但是万一把人抓伤, 人类就有被传染的风险, 严重恐致命。 是会传染的, 甚至说从它的一些分泌物, 任何途径, 只要是接触都有机会去传染到。 这里是寿山动物园, 这几年和高雄农业局合作, 收容遭民众弃养, 或是因为各种原因受伤的猕猴。 哈啰, 你今天好吗? 想着一只幼猴才刚离辱, 只有一两个月大。 它送过来的时候就是, 它也民众通报, 然后它用一个小箱子装过来, 然后它就完全是贪卵躺在里面, 也可能出生的小猴子就被人抱过去养, 然后养一养又养不好, 然后它可能就通报农业局说, 有猴子遗弃这样子, 然后就其实是人类弃养的, 然后送过来这边, 这个我们以前也很常遇到啦, 当然就是有时候民众不会这么的诚实的告知。 事实上, 兽医们只要和猴子互动, 靠着经验就能大概判断猴子有没有被饲养过。 如果猴子太依赖人类, 野外求生能力不足, 那么回到大自然的几率都不高。 像这一只如果是人为饲养过的猴子, 原则上我们无法得知它从几岁开始饲养它, 那原则上它野放的几率就不大, 因为它可能认不得野外的食物, 甚至如果它是公猴, 它根本就没有学到打斗的能力, 原则上也可能会住在收容中心住一辈子。 曾经还有送过还在喝奶, 还没有断奶, 我们还要喂奶那一种, 那一种大概野放的几率也近乎都是零。 从除名到2020年12月, 在两年的时间里, 动保团体共接获来自全台13个县市, 募集现场或网络的私养通报案件, 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 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 台南市、屏东县、高雄市、宜兰县、 花莲县、还有台东县,总计65件。 看起来好像案件不多, 但是关于饲养弥猴的法律规范, 存在灰色地带, 让政府陷入两难, 也是造成无法根除饲养问题的主因。 最难处理的确实是, 对于饲养这件事情没有明确的法令规定。 我们真的也很难直接说, 你这就叫做猎物了。 那当然, 我们也可以请求中央行政机关 来帮我们解释这样子的含义。 不过确实没有, 目前还没有任何人说, 这就是我列来的。 就是因为它没有真正的法则, 所以我觉得各县市政府 在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真的都有一些无奈。 我们应该会是现在的个案的状况, 然后还有说我们在野生动物保育法上面, 是不是有可以去补足这个地方的部分, 然后还有根据县市政府他们的一个反应, 我们会综合再来考量, 是不是需要去做修法。 那种就算没有它也要舔味道。 那种就算没有它也要舔味道。 看到塑胶袋就会不断翻找食物, 其实只是出于猕猴的生存本能, 但是在人类的眼里, 却是一种抢食和脱续行为。 然而, 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需要长远规划和思考。 可能需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这样子, 也不是说完全把它们驱赶, 因为它就是生活在这个空间, 是没办法驱赶它们, 只是要怎么去保护我们的作物, 让我们自己至少有点熟成这样子。 我们能不能跟它共存, 其实是可以的, 野生动物就在我们周遭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们可以透过环境教育、 生态旅游去理解大自然的情况, 那它能不能成为一个观光资源呢? 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 但是这样的观光资源就有点像 我们去赏鸟, 但是我们不会去碰鸟, 我们不会去接触那些水鸟, 我们也不会去喂养那些水鸟。 至少现阶段, 我们可以学习 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和猕猴相处, 不要用错误的方式爱它, 因为后果不是你我可以承担的。 那边啊,那边飞, 我才刚讲, 我的天啊, 你拿着, 他拿着, 好,我肚子吃掉了, 天啊, 我吃飞是什么, 吃飞是什么, 哦, 我吃飞, 好,我已经, 这是在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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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 你ного优 em所以说, 我还对еф arrivé一 raz like你穿过他, 对,对,对,对了. 擅长在干吗? 我认为你能整理一下。